就爸爸媽會很開心 這個是真的 孝順耶 對啊 只要會犧牲太太 然後去為了孝敬爸爸媽媽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如果結婚只是為了 父母親高興的話 那就冥婚就好啦 對啊 冥婚 因為也是結啦 就不用有一個 不用有一個真人是不是 有人睡在旁邊就是比較不會怕 更害怕吧 一個身處還對 你說真的結婚的話 結婚的好處 就有一個人睡在旁邊 你不會怕是不是 但我是不敢一個人睡 我一定要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會 精神虐待的人 你不會害怕嗎 所以如果秉除這個的話 因為他每天在床上背對著你 都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是啊 或者是把他翻過來說 你在想什麼 一轉過來 根本是想什麼 不是 是你公公 你怎麼玩是大公公 不好意思 怎麼會喝醉 不是 電影裡面常演的不是 不是兩個人在床上 然後伴侶互相背對背睡覺 然後你以為你先生已經睡著了 因為他眼睛真的大大的對不對 對 或者是你兩個都閉眼睛 然後你一起上去這樣 對 這樣 金總片嘛 或者你 你先生背著你半夜三點 要出去玩 然後趴起床來 還呼喚一下說 吸地 吸地 然後你都會有聲音 然後他一趴起床 你就睜開眼睛這樣子 哇 所以同床很可怕 你真的很 同床是 可是鬼更可怕吧 所以 那你去一個 跟道士結婚好了 好 宥恩 那你講一個結婚的好處 結婚 結婚沒有好處啊 回家有人講話啊 不用啊 養狗就可以了 養貓有夠嗎 狗不會回答你 不要回答可能比較好 有固定的伴侶 我覺得不會回答 真的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你在外面 已經講很多話了 因為你對狗傾訴很多 牠也不會表示聽不懂 牠就聽了 可是狗你要幫牠傾大便耶 沒關係 我每天都要撿大便 狗的生命長度 跟你的不太一樣耶 所以你要一隻接著一隻養 你可以每次都一直在換 新的那個心靈夥伴 佩思 妳聽得下去這些話嗎 我覺得你們都好可悲喔 你們真的好可悲 請告訴我們一個結婚的好處 結婚的好處 最大好處就是 把你以前包過的紅包 全部都收回來啊 全部都收回來 那妳就是賺一天而已啊 一下就划過 對 我就是 那個當然就是一個開心 請問妳這次禮金有賺到嗎 其實也沒有 大概打平 對啊 但是妳就覺得 我們打平了 就是我包給妳 可是妳就不知道 從現在開始 妳付出去的每一個紅包 妳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對啊 除非妳下次要再解一次 如果叫她有禮金邏輯 她每隔五年就要解一次 可是妳會想說大不了離婚嗎 還是說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 我覺得就是 兩個一定要會 一定要溝通 所以有問題就是解決 所以如果周刊封面現在登出來 妳先生在酒店 妹妹搭在她肩膀上的照片 妳會選擇回答記者問題 還是說 我完全相信我先生 我會完全相信我先生 可是 如果那個女生是坐在她腿上 然後就舔她臉 我問她怎麼填法 我回去填一次給她看 我真的覺得 妳遇到對的人 應該是不會膩才對 就是互相應該會想方法 去做一些變化 許昌德會膩嗎 我覺得這個方法 妳可能要想破頭 而且妳想想看 妳已經看到很不順眼了 她還在那邊給妳大扮警察 寶貝啊 什麼什麼的 她是死算的 所以妳說佩甄生了三個孩子以後 就腰味已經粗了 然後還是穿上護士服 然後肉 墜肉都繃出來 對 說我幫妳打針 我幫妳打針 然後清清就把針桶結操 如果我自己變成那樣子 如果老公去外面找別人女生的話 如果他沒有讓我知道 我真的不會怪他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妳今天講這段話他會聽進去耶 對啊 我剛剛講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有些事情其實對方不要知道比較好 OK 對啊 但是 妳就是想妳要做外遇 妳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覺得 如果外遇已經談到感情的話 就不行 但如果只是就是 身體的關係 對 就是玩一下 所以妳寧願她去買 也不要 要喝牛奶去買一瓶就好 不要羊頭牛在外面是不是 對 因為妳去談感情 妳會傷到很多人 但是如果你只是去開心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受傷 那結婚一年 我們就替她先生爭取到 對 這麼好 妳的福利啊 對啊 如果妳是規依不問社 她的官方已經給我們兩個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大方 我們去阿姆斯特丹的時候 不是有那紅燈區嗎 對 我一直叫她去啊 因為真的太有趣了 妳是故意在考驗她對不對 我沒有在考驗她 因為我如果是男生 我真的都想去 因為太好玩了 每個... 哇 每個除衝都不同 都好漂亮 所以妳是有看中男的嗎 沒有 我自己沒有想 我自己沒有要去好不好 可是她真的就不去啊 她就是覺得 她怎麼可能到裡面去 對啊 一定要點的啊 妳這個機會 妳死也不可能說好 那我去 所以我是真的希望她去 因為我覺得是人生很難得的 妳要打電話去她的醫院查 她說她去出診的時間 都是真的去醫院了嗎 我沒有查過這件事 要查 所以她如果跟妳說 週一到週五 每天在下午 一點鐘到四點鐘 對啊 可是妳打電話去發現 醫院其實只有135 需要看門診 我會先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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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相信這件事耶 真的喔 佩蓁,妳要查 我也自己查到啊 對 亂講 但很好查 妳打電話去醫院就知道了 對,我沒有想過要查幾 她跟你講是禮拜幾要看診 就是134 對,然後254再另... 再... 我跟你講 她看幾天其實是六日 玩五天了 這什麼醫生啊 玩五天了 然後站來一圈 只有刮急診的時候 就怕怕對不對 妳真的很... 妳真的很棒不過佩蓁耶 她婚姓福怎麼愛著妳啊 沒有,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啦 就是25年同一個人 算是有一點點比較偏執 好,曾佩玉,妳覺得 有辦法25年跟同一個人嗎 我覺得可能沒辦法吧 所以大概妳覺得 婚後幾年開始 兩個人就是只有感情 可是不可能有肉體關係 因為我覺得就是結婚這個東西 真的很容易讓情人 就是變得很怠惰耶 就覺得說啊 反正都結婚了 然後就是都是老公老婆 也沒什麼好在那邊就是... 就是... 譬如說避俗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約會什麼的 就會讓人很容易怠惰 妳相信婚姻專家講的那種說 結婚十年後 還是要經營燭光晚餐 約去吃法式餐廳然後... 就是說的都很容易啊 可是真的大家要做的時候 你看就是 譬如說孩子都在旁邊鬧 然後可能就是幹嘛 可能公婆也鬧說 我們也要一起吃 公婆也鬧 公婆也要吃 就是很多很多 可是如果我覺得沒有結婚的話 就是會比較容易... 就是兩個人更有多一點 就是自己的空間跟時間吧 所以妳也是一個 覺得不用結婚的人 我覺得就是不一定要... 就是如果兩個人真心相愛 不用結婚也可以在一起一輩子 因為許長哲他真的很上道耶 是啊 沒有人我今天在公司 一定給他洗腦過一遍 可是基本上他反而就是這種 觀點的 對 妳有參考婚姻專家所建議的 就是婚後十年還是要約會嗎 其實我覺得婚姻裡面沒有專家 就像有一些愛情專家 我覺得... 我覺得把愛情跟婚姻來... 有專家這個理論 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再好的例子 都不一定適用於自己 而且那些愛情婚姻專家 本身自己的戀愛經驗 都是學分都修練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婚姻專家講的 一句...一個論點 就是佩珍剛才講的 就令我抓狂 他說在婚姻當中一定要溝通 我跟你講溝通 就是會令你想離婚的最大的因素 是... 他就說寶貝我們好好談嘛 你今天你在想什麼 你跟我講...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你只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不要反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寧願不要談是不是 對啊 你廢話連篇 有什麼靜啊 那如果他一個人在那邊 連抽了三根菸 你也不用過去問說怎麼了 有時候就是不要理 彼此都先冷靜 不要看到對方最好 不要講話反而沒事 對 你講話就好想 吉利與佩珍措辭大比拚 他的簡訊如果半夜 有說看過 內容都很正常 都沒有說醫生我那邊 你不要... 他點措辭的 你那麼粗鼻啊 是不是已經這樣 不會出現這樣 不行 要... 要含虛一點 連我自己都要很含虛 要怎麼說 說我今天好奇怪 你還一個人在那邊 連抽了三根菸 你也不用過去問說怎麼了 有時候就是不要理 彼此都先冷靜 不要看到對方最好 不要講話反而沒事 你講話就會吵架 我剛剛溝通是最爛的 真的嗎 其實婚姻裡面大部分 都不會把心事 跟另外一半溝通 真的喔 你一定會找朋友 因為知道有很多後遺症 陳宇凡 你覺得一個結婚二十年 然後這麼厭倦婚姻的人 然後身邊有一個美女 是她的藝人 這件事情 你會懷疑嗎 你會懷疑嗎